欢迎收看屈机论 我是彭宏基 在8月2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了台湾 之后我们中国举行了环岛军演之后 而在日前 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亦率团抵达台湾 还强调继续支持台湾 我想他想让台湾民众 相信美国一定会为他们撑腰 不用怕大陆的武统 我们再看看最近发生什么事 当8月2日 佩洛西决定要去台湾的时候 中央立即宣布 禁止180家台商产品进口 而在8月10日 更发表了《台湾问题与新时代统一事业》的白皮书 非常清楚地告诉台湾的同胞和世界 直到关于统一台湾我们的国策 而到了8月16日时 中央的台湾工作办公室 宣布制裁七名台独环故分子 包括了肖美琴 顾立红 柯建明 林非凡 陈焦华 黄定宇等等 其实之前已经制裁了 好像苏精昌 柔食坤之类的人 而在同一日 台湾的前领导人 马英九就说 台湾跟大陆有六年 完全没有内往 是非常危险的事 到8月17日 香港的《明报》就报导了 近期有大批台湾人 被人高身诱骗到柬埔寨 这些东南亚国家 去到之后 就被他们强迫 从事犯法的勾党 包括了专门做电话骗案 还有诱骗同乡 叫他们多些来 大多数去到之后 都是无法逃离 这些非法集团的掌控 甚至有些还吓死他乡 可见台湾的谋生 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而民众很多时候 会出现愚惑的情况 根据7月25日 台湾的经济研究 已经发表了报告 因为能源和量性 等等价格持续上升 通胀 货币贬值 这些很多不利的因素 预测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是3.81% 是比较起4月间的时候的预测 下调了0.29% 而至今年的6月为止 台湾的出口 去大陆和香港的贸易 占了40% 而美国 日本和欧洲的总和 加起来只有30% 可见台湾的经济 正在慢慢下滑之中 而大陆对台湾的出口贸易 是非常重要的 啊 世事纷纹 我们每天接收大量的信息 很容易被迷惑 都不知道怎样 究竟何去何从 这些信息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 有什么启示 当我们现在身处 乱糟糟的世界 怎样能够可以 观眉知著 居安思危 然后吹吉避空 从上述这些报道之中 明眼人都能够清晰地看得到 现在台湾的形势 和统一的步伐 已经慢慢越来越近了 我记得在一些战时的纪录片之中 看到当年日军攻陷香港的前几天 那些人还在歌舞声平 真是马照跑舞照跳 怎样突然间 就变成了天堂成为地狱 还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 我又想起当年沉醉春花秋月的 南堂李后主 最后都只能够面对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命运 任何的管治者 面对衰败的宏观大趋势 不思进取 谋求最佳出路 但是只会揭力地想 透过愚民政策 和外力的支撑 去维持现状 粉饰太平 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命运 而唐朝的大诗人杜牧 在他的《柏秦怀》这首诗里面 对这些情景有很精彩的描述 他说 烟龙寒水月龙沙 夜拍秦怀近酒家 商旅不知忘国恨 隔江游唱后庭花 前一阵子 在网上有位观众 他很幽默 他在我们的视频上 改了是什么 赛女不知忘党恨 隔江游唱后庭花 用得很贴切 很棒 多谢他 其实台湾不乏有息之事 很多 只是在台湾的所谓民主帝道之下 民进党掌握了权柄 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中国化 串通美国谋取私利 使得台湾陷入了经济萎缩 人民觉得前途渺茫 甚至会引入冰空战危的这种境况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们屈基TV的屈基论 屈基头条 相信对这种情况都有相当清楚的了解 今天我们试试从不同的角度 再深入分析一下 尤其要听听 本土的台湾人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在网上有一篇文章 他的标题就是 台湾未来的机会 命运到底该何去何从 作者是一位83岁的台湾人 他叫范光帝 他是台湾的大学教授 哲学家和艺术家 曾经留学美国和加拿大 我们还要有云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因为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 看透了人性的善和恶 和现在很多入世未深的年轻人 实在不可同日而遇 他非常真心和坦率地指出 他说 现在在台湾 选到哪个执政党和领导人 那个影响也不大 因为台湾的未来 不是在台湾人的手中 而是在中国和美国的手中 而所有的候选人 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也无法解决两岸的关系 因为他们也反对一国两制 你想想 如果两岸的关系搞不好 怎会搞得好经济 人民的生活怎会好 六十多年前他已经提出 假如外省人是平等对待台湾人 我就主张统一 假如外省人不平等对待台湾人 我就主张独立 真的很现实和真心 现在在台湾主张台独的人 很多 但是你看过了这么多船时间 已经有三位主张台独的领导人 假如台独是可行的话 早就做了 有些人例如李远哲 赖清德那些 他觉得台湾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政权 为什么不把他们赶快拿走 然后推翻他们建立台湾共和国 因为他们不敢 台独从来都是骗人 现在还抱着中华民国的烂摊子 这是七十年前被中国人民 砸气的流亡政府 台湾为何勉强称得上是一个主权独立 因为还有十七个被屎小国承认 现在大家都在拖 男的不想统一 所以想办法去拖 绿的知道不能够台独 所以想尽办法去拖 唉 拖是没用的 是拖不夸中国大陆 只有拖夸台湾 现在世界国际形势最关键的 就是中美争霸战 他的结局将会决定台湾的命运 也会同时决定世界的命运 从经济 军力 科技的角度看 中国的综合角力已经超过了美国 看经济最重要的不是看GDP数字 而是看工业的总产值 你看看中国现在的工业总产值 已经超过了美国 日本 德国 这几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 你想想 美国近三十年来 一直在看着打仗 突然醒来的时候发觉 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所以为什么 特朗普就说 我们要美国重新伟大 因为他知道美国已经不是最伟大的 美国以为现在是他最后的机会 将中国压下去 所以发动了贸易战 又企图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还要用国家安全紧急阻止 这些不是笑话吗 他们想不到中国的通讯科技 和其他方面 很多已经超过了美国 而是远远超过了他们 这个世界是不断地进步的 你怎能阻止优秀的商品进入市场 其实中国已经赢了 相信美国会加速衰退 就是这样的原因 台湾的将来 统一是唯一的道路 而且越快越好 因为现在中国 是忙着跟着美国的争霸 而中国天天都在 全世界布局 不但有一带一路 还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台湾对它来说 这是很小的事 因为只要能够将美国压下去之后 收回台湾轻而易举 而目前的中国领导人 对台湾算是最温和 最柔软的 他不止会尊重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和现有的社会制度 还说一国两制的内容 可以和台湾各界慢慢商量 其实已经对台湾释放了 最大的善意 台湾应该尽快踏上一带一路 这个重大改变世界的经济列车 你看看全世界的铁路 能建设多少 很快 大陆正在进行复兴中华文化的大业 你想想 我们台湾因为历史的原因 就把中国文化保存得非常好 而两岸的关系 是人民之间的感情问题 要解决这个历史留下来的问题 台湾不应该敌视对方 更不应该把美国认财作父 现在是我们主动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自动释放善意 自动谈和平统一 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够争取对台湾最好的条件 如果是等到兵临城下 就没得好谈的了 在这一集的屈机论里面 我不是想做文抄公做转报 而是觉得这位道地的台湾人 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知识分子 你看到时局很透彻 我非常同意这个见解 这些见解是十分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不过现实是往往当局者迷的 虽然面对亡党的命运 仍然是传着僥倖的心态 苟且偷生 尽力手挂 自私自利的政客 这些怎会轻易放弃目前的权力和利益 所以就一直拖 再加上被遇的民众 谁真正能够为台湾同胞的未来福祉而努力 所以你会发觉和统越来越渺茫 武统越来越接近 就会成为了无可避免的趋势 这好几年来 台湾很多的智者和有钱人 大多已经移居外地 甚至是分散投资 或者是安排去别道住 以避不时之需 所谓春光水暖鸭先知 台湾未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西汉的时候司马迁著名的史记 而其中的《流侯世家》这一篇里面 记载了当年黄石公三事章量 然后把帝王术的天书秘传给他 让他可以辅助刘邦统一大业 那本书叫《数书》 而其中留了很多宝贵的中华智慧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危国无言人 乱政无善人 言是去照不归国 忘之先兆 均行善政 言臣先出 得人者枪 失人者忘 最重要是这两句 国章霸者事先归 帮章望者言先避 一个危险的国家 当然因为全部都是这些自私小人 搞到个国家这样 所以怎会有燃良的人在 所以当政权很乱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有好的聪明人在里面 因为聪明都知道不行了 快点走 当这些真正的燃能之士走了 你想找他回来也不行了 这些就是亡国亡党的先兆 但如果你出了一个明军 他走的是一个好的良政 于是怎样 这些燃能的人 就会搶着出来帮他手 所以得人者枪 就失人者忘 就是这样的原因 人才才是一个政权 一个管治的团队 最重要的一个灵魂 所以我们看一个国家 是不是慢慢正在崛起 和兴旺的时候 就看什么呢 就是有没有燃能之士 是能够去归顺 是能够去帮忙 如果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 就来将忙的时候 聪明的人好的人都快快去走 一个国家的兴旺 社会的兴衰 是众业共缘 是很多很多很多因素的人 作加起来的 审时度势 吹吉避凶 是智者处逝之道 在这里 我祝愿台湾的同胞 能够早日醒觉 迎清大世 明天 才能会更好 我是彭宏基 我们下一集再见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 屈基TV的频道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